大家好,那么俄军开始总攻北顿耶斯克 现在这个战况非常胶着 俄军通过三个方向进攻北顿耶斯克 因为我给大家讲 实际上大家不能直观的了解现在一个最新战况 那么我通过地图 通过谷歌地图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现在俄军进攻北顿耶斯克一个最新情况 另外还有乌军在这个地区防守的一个情况 这样大家更直观的可以了解到 现在北顿耶斯克的一个战况 那北顿耶斯克、利西昌斯克、卢比顿耶 形成了一个三角地带 这个三角地带实际上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 那北顿耶斯克战役对俄军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俄军在这个地区用了45天的时间形成一个包围网 那么最后的总攻如果能拿下北顿耶斯克 对斯拉伯扬斯克也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网 更大的包围网 我呢后面通过地图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我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北顿耶斯克以及利西昌斯克 这场战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 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为大家缩小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态势图 那这是一个整体的顿巴斯战役 利西昌斯克北顿耶斯克 这边呢是伊纠姆 伊纠姆呢实际上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 那么俄军呢在斯拉伯扬斯克北部地区呢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利曼也形成了包围 亚姆比尔俄军已经占领 那么通过亚姆比尔 实际上俄军呢已经切断了 斯拉伯扬斯克北顿耶斯克之间联系 南部地区呢波帕斯尼亚 波帕斯尼亚俄军已经占领 那么波帕斯尼亚也切断了 阿特木啊 实际上就斯拉伯扬斯克阿特木 到达北顿耶斯克之间这个 必经的一个高速公路的通道 波帕斯尼亚 那伊约比尔和波帕斯尼亚之间 大家可以连成一线 就把北顿耶斯克斯拉伯扬斯克完全切开 现在呢 俄军主要是要进攻北顿耶斯克 那北顿耶斯克呢 具体的情况呢 是卢比日诺耶 现在呢 俄军已经占领 卢比日诺耶呢 这个前段时间还击毙了7名美军 新闻也有报道 主要是在卢比日诺耶他的化工厂 那这是北顿耶斯克利西昌斯克 他的一个 城市的地图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地图 为什么用这张地图呢 因为他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一条河 叫北顿耶斯克 这里北顿耶斯克 这条河呢 将北顿耶斯克和利西昌斯克一分为二 大家可以看 前段时间呢 俄军在这个地区越过北顿耶斯克河 北顿耶斯克实际遭到乌军的重创 俄军就是在这个附近 但是现在俄军已经完全渡河 完全渡河 而且呢 对卢比日诺耶已经形成了控制 对北顿耶斯克 现在呢 已经开始进攻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北顿耶斯克 他的一个最新情况 北顿耶斯克呢 根据俄军公布的数据呢 北顿耶斯克目前有2000的驻军 北顿耶斯克 大家知道北顿耶斯克 把北顿耶斯克和利西昌斯克一分为二 现在北顿耶斯克和利西昌斯克之前 这个过河的桥梁已经被乌军炸毁 所以呢 北顿耶斯克和利西昌斯克这个战役 实际上大家一分为二 一个是北顿耶斯克 一个是利西昌斯克 之间 实际上这条北顿耶斯克已经 把这个两个城市一分为二了 那么俄军对北顿耶斯克和利西昌斯克 也是分别对待 那么俄军首先进攻的是北顿耶斯克 卢比日诺耶击毙了七面美军 现在俄军已经控制了 那么主攻的也是这个车臣部队 这一次主攻北顿耶斯克的也是车臣部队 那大家来看这个北顿耶斯克地图 这张地图就非常清晰了 现在呢 我从这个顿耶斯克以及卢干斯克方向 获得最新消息呢 俄军分三个方向进攻 第一个方向是从北部 也就是从这个卢比日诺耶 这个地区 卢比日诺耶 它的一支力量呢 实际上进攻北顿耶斯克的北部地区 是从这个 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有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 从这个公园附近 从这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 进入到北顿耶斯克北石礁 从北部 这个公园 进入北顿耶斯克北石礁 现在已经 到达这个购物中心 已经到达这个购物中心附近 现在这个顿耶斯克市中心 北顿耶斯克市中心 已经开始激战 这是一支从北部 从北部地区 进攻 另外一支呢 是从这个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呢 是从梅基奥尔基 这个方向过来的 而且呢 现在这个东部地区啊 突袭的速度非常快 大家看啊 这有三条街 现在呢 我了解最新情况呢 已经控制了游乐场 也就是北顿耶斯克 这个游乐场附近 沿游乐场啊 这个第三条街 第三条街 实际上俄军的 特种部队已经控制 特别是车臣的 特种部队 已经从这个游乐场啊 已经抵达了游乐场 实际上第三条街 北顿耶斯克 第三条街 已经被俄军控制 是从东部 东部方向进攻的 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呢 是从南部 也就是北顿耶斯河 因为这个北顿耶斯克呢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那么 从南部地区 从这个方向 南部地区 从这个方向进攻 那么南部地区呢 现在已经到达了 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邮局的附近 实际上在这条街 现在开始进行 这种大规模的巷战 这些条街 所以这是现在我 截止目前获得最新消息 那你可以看啊 现在在北部地区 公园啊 这个北部地区 这个公园附近 现在已经开始激战 南部游乐场 北顿耶斯克游乐场 另外邮局附近 也开始进攻 所以呢 三面合为北顿耶斯克 北顿耶斯克 现在只有2000人 北顿耶斯克 只有2000人 那么他的中心呢 是在这个啊 购物中心 在这个位置 那这就是现在啊 北顿耶斯克 一个最新消息 实际上呢 北顿耶斯克呢 和利西昌斯克呢 现在已经被一分为二 被北顿耶斯克啊 那么现在 利西昌斯克这个包围网呢 实际上也已经形成了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利西昌斯克 利西昌斯克呢 实际上呢 更加复杂 利西昌斯克有1万的乌军 利西昌斯克呢 现在主要是在 比罗哥夫卡 这个地区呢 被俄军占领以后呢 比罗哥夫卡形成了俄军 对利西昌斯克进攻的一个前沿 俄军现在主要是要防御利西昌斯克 防御利西昌斯克 主要是防止利西昌斯克呢 向外突围 所以在比罗哥夫卡 在圣米扬卡这个附近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网 对整个利西昌斯克进行了一个包围 没有进攻 记住我再说一遍 现在俄军没有进攻利西昌斯克 把利西昌斯克整个的包围起来 利西昌斯克 他的防御阵地更加复杂 而且呢 由北约参与 所以利西昌斯克 他的防御非常坚固啊 所以俄军现在不会对利西昌斯克 贸然的进攻 要首先拿下北顿尼斯克 这个北顿尼斯克只有2000士兵 所以呢 车臣部队已经发起了 对北顿尼斯克 最大规模的进攻 如果能拿下北顿尼斯克 那么北部沿北顿尼斯克 北部地区 加上东部地区对利西昌斯克进行核围 那么这个方向呢 俄军也会形成一个核围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南部的啊 哥尔斯科耶这个地区还有乌军阵地 哥尔斯科耶呢 呃 现在我了解情况呢 乌军大概是有3000人在这个方向 在泽勒特 泽勒特 哥尔斯科耶 这两个两处地点呢 呃 乌军呢 之前讲过啊 实际上形成了反扑 占领了有3000人在这个位置 那实际上这3000人呢 形成对北 北顿尼斯克利西昌斯克的一个 防御 特别是这条高松路 那么现在呢 波帕斯尼亚 大家看波帕斯尼亚 乌军已经占领了波帕斯尼亚 现在波帕斯尼亚的啊 俄军已经占领了波帕斯尼亚 俄军现在从波帕斯尼亚 派出一支力量呢 对哥尔斯科耶 啊 泽勒特地区的乌军 形成了一个前行的包围 主要是 哎 从这个方向向北 另外从这个方向啊 托石基夫卡这个方向 形成了一个前行的包围 啊 大家从地图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啊 前行包围 那么就阻挡了哥尔斯科耶 泽勒特 向北部利西昌斯克 他的一个增援 那么利西昌斯克这一万的乌军 就被完全锁住啊 北部有北顿涅斯克 而且呢 桥梁已经被炸毁 他也不可能增援北顿涅斯克 所以现在呢 北顿涅斯克 他的这个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两千人很难抵挡啊 俄军以及卢干斯克人民共和进攻 特别车臣部队啊 车臣部队现在在北顿涅斯克 推进速度非常快啊 已经到达游乐场了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北顿涅斯克的市中心 在这个购物中心附近已经开始 应该进行大规模交战了 这个北顿涅斯克我还去过啊 实际上这个城市呢 当时去并没有什么印象啊 但是现在来看呢 这座城市 应该是整个顿巴斯战役啊 一个转折点 今天来看是个转折点啊 北顿涅斯克一定一旦占领 沿着北顿涅斯河沿河 那么他的东部就完全解放了 利西昌斯克这一万人 我觉得会最后解决 首先要解决是 戈尔斯科耶和德勒特 这个地区要形成一个包围啊 三千人 那这就是现在呢 整个利西昌斯克 北顿涅斯克 鲁别日诺业 这个三角地带 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 我呢 简单给大家绘制了几张图 这几张图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现在俄军对乌军形成的这个包围 那么人数啊 大家从北顿涅斯克 利西昌斯克 以及这个南部地区 泽勒特 戈尔斯科耶 这个人数你加到一起 可以看啊 和我之前给大家报道的 一万五到一万六千人 这个人数是基本 基本一致的 所以可以看呢 在这个地区 乌军也增加了部署 但是呢 俄军也是有准备的 在这个地区 前段时间在 顿涅测方向 实际上和乌军也进行了 一场大战啊 俄军呢 损失了一个营 但是呢 我觉得俄罗斯的总参部 很快进行了重新部署 特别拿下了鲁别证的验 击毙七名美军啊 实际上呢 美军特种部队 现在呢 在北顿涅测 也有一部分美军特种部队 大多数的外国工军 已经撤退到利西昌斯克了 所以利西昌斯克才是现在 在整个北顿涅斯克方向啊 它的一个大本应 应该说是大本应啊 超一万人 那这就是现在呢 北顿涅斯克一个最新的情况啊 今天呢 通过这张地图 非常形象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现在 北顿涅斯克顿巴斯战役的最新情况 斯拉比亚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 这个地区的乌军呢 人数呢 也是超过四万人 这个地区其实更复杂 现在俄军呢 主要是先吃下北顿涅斯克 卢比伦耶 利西昌斯克 回过头了呢 会对斯拉比亚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 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 那么咱再把地图放大 放大来看啊 这是地涅博 北部地区哈尔科夫 克拉马托尔斯克 195 这是195 那也就是说 195南下克拉马托尔斯克 将北顿涅斯克拿下以后 那么就恢复了宪法边界 宪法边界是这条虚线啊 那克拉马托尔斯克拿下以后 顿涅斯克的宪法边界就恢复了 那普京就完成了第二阶段 乌军 俄军第二阶段 对乌克兰的 叫特别军事行动 就是恢复顿巴斯地区的宪法边界 那么下一步呢 很可能是进攻 巴普洛 格勒 也就是 蒂尼伯方向形成的这个防御战地 就在巴普洛格勒 这也是美军给乌克兰方面的设计一套啊 主要是从基辅方向撤退回来的乌军 撤退回来的乌军 实际上在蒂尼伯方向 没有直接进入克兰马托尔斯克 还有北顿涅斯克 直接在这个方向进行防御 主要是呢 可以向北支援哈尔科夫 那么向东部地区呢 可以支持卢干斯克顿涅斯克 所以呢 他在蒂尼伯形成了一个防御 后续如果克兰马托尔斯克失守 那么这个方向将成为乌克兰新的防御重点 乌军现在也在向这个地区集结 特别从北部基辅 原来呢 在基辅首位的乌军 大多数已经开始离开基辅 向蒂尼伯方向 向扎布罗方向集结 但是俄军呢 在这个方向时也有准备啊 特别是准备进攻扎布罗勒 现在主要是卡夫巴斯 俄军准备跨越这个蒂尼伯河 进攻卡夫巴斯 从赫尔松呢 向尼古拉耶夫方向也会发力啊 所以后续可能对蒂尼伯形成 你看啊 如果拿下卡夫巴斯 形成对蒂尼伯的一个前后夹击 那这个包围网要远远超过这个克拉马托尔斯克 北断尼斯克这个包围网 这是个巨大的包围圈 所以在我看来呢 普京啊 他实际上用小的包围圈吸引乌军 然后自己呢 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 克拉马托尔斯克 那克拉马托尔斯克又吸引乌军 后续会形成一个更大的 蒂尼伯这个大包围圈 我觉得普京呢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第三阶段 很有可能就是要进攻蒂尼伯 进攻蒂尼伯 实际上呢 整个蒂尼伯 沿蒂尼伯河 那俄军呢 就会控制乌克兰的大部 你可以看啊 这个乌克兰大部 实际上蒂尼伯方向 从尼古拉耶夫 蒂尼伯方向 可以完全切割乌克兰 那么奥德萨呢 后续俄军呢 也会对奥德萨 进行总攻 这个地方有个蛇岛啊 这个是蛇岛 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蛇岛对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非常重要 蛇岛 这个蛇岛呢 这个地图上现在找不到啊 蛇岛呢 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奥德萨 它的粮食出口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国际粮价呢 大幅上涨 主要原因呢 是奥德萨这个地区被封锁了 就是乌克兰的粮食 现在很难向国际上出口 大家知道乌克兰是小麦出口 大国 它的粮食呢 主要提供给像非洲 埃及中东地区 那这个乌克兰的粮食很难出口 它现在已经失去海岸线了 那只能通过什么奥德萨说 那奥德萨又被蛇岛封锁 蛇岛应该在这个位置 奥德萨又被蛇岛完全封锁住 那奥德萨被蛇岛封锁住以后呢 对整个的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 有巨大的影响 也就是乌克兰它的农产品 通过铁路 价格太高 只能通过海运 那么通过海运 现在俄军又把奥德萨封锁住了 从蛇岛把奥德萨封锁住了 所以奥德萨的农产品几乎不能出口 所以导致国际的粮食价格上涨 为什么乌军一定要夺取蛇岛 因为夺取了蛇岛就解放了奥德萨 那么大批的运粮船就可以进入奥德萨港 把乌克兰的粮食运往国际市场 现在来看呢 俄军一直封锁着奥德萨 实际上导致了国际粮食价格大涨 实际上一个小小的蛇岛 影响了国际粮食价格 你看啊 这个普京实际上对国际粮食价格 也要形成一个巨大的影响 未来呢 可能俄罗斯除了能源 除了能源领域外 粮食俄罗斯要搬圈 拥有这个定价权 特别是控制乌克兰大片的这种黑土地 这就是今天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现在北顿粮食价格 利希昌斯格 他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地图呢 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啊 看到北顿粮食价格 利希昌斯格 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 这场战斗呢 北顿粮食价格2000人 我觉得 会很快结束这个战斗 特别是北顿粮食价格目前呢 已经被俄军完全包围了 这个顿粮食价格 北顿粮食价格实际上呢 让利希昌斯格很难增援 北顿粮食价格 所以这部分2000多的乌军 应该很快就会被俄军歼灭 这个北顿粮食价格室内呢 实际上老百姓人数不多 它并不像玛丽贝尔 玛丽贝尔呢 实际上港口城市 老百姓人数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 北顿粮食价格老百姓人数不多 俄军可以使用重火器 所以后续的主要战斗呢 就是在集中在这个购物中心 建台商店 这个北顿粮食 这个方形地带 你可以看 现在呢 实际上俄军已经进入到 它的市中心这一带 这几条街区 实际上如果能够完全封锁住 这边是河 这边北顿粮食河 实际上呢 大家可以看 这有一个什么 这有一个过河的桥 已经被炸毁了 这边也是 这个桥已经被炸毁了 所以现在呢 北顿粮食河的这个乌军啊 他如果想撤退的话 只能放弃重武器 游过这条河 所以现在看呢 俄军是想挤压 乌军的这个战略空间 把乌军向顿粮食河方向挤压 如果能把它挤压到这个方向 挤压到河边这个方向 那么最终呢 他们会抛弃重武器 只能游过河 那实际上游过河的话 他的战斗能力也大大虚弱了 这是现在北顿粮食河 那这就是北顿粮食河呢 现在最新的战况啊 我呢 通过我了解的战场的情况呢 给大家绘制的地图啊 虽然绘制呢 并没有这个专业人士绘制那么详细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观众通过我这个节目啊 大致已经了解了俄军啊 其实是俄军总参谋部在顿巴斯 他的一个作战计划 特别是战场 你通过这个地图可以了解战场最新的态度 那我后续呢 还会继续跟踪啊顿巴斯战役最新的一个战况 啊 也会给大家绘制啊 最新战况的汇报图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呢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